中和华新街有不少店家开茶铺 卖着拉茶 以缅甸当地的茶叶及奶水调制的饮品 是缅甸人早上必喝的早餐 一杯奶茶展开一天的开始 茶铺经常可见三五好友喝茶聊天 这就是缅甸著名的在地文化 在华新街骑楼到处可见 缅甸大家都过着比较热慢活的生活 所以他们会在茶铺喝完奶茶之后 可能还会再喝苦茶 然后慢慢吃些点心看个报纸 那缅甸人的生活是每天都是这样过的 他们的茶铺跟他们的生活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敲响这罗 和尚开始沿街化园 这是缅甸的习俗文化 和尚在当地有崇高的地位 他们是过午不食 过了中午不吃东西 所以会在上午的时间化园 信众会供奉圆金或是食物来供养 每天早上都会出来跟他的信徒陪着他出来一起化园 我们在缅甸也是这样 也是每天早上都会出来这样 沿街这样化园 缅甸的话他们有的是还会煮些饭啊 菜啊这些一起放在他的那个托波里面 等于是说他今天一天的餐 他都是今天一个早上就去化园回来 然后就用餐 印度烤饼也是缅甸代表的小吃哦 老板现场做一手好功夫做出了道地的异国点心 与奶茶一样都是缅甸人早餐必吃的餐点 新著名将文化带入其中 异国人文也让台湾成为一个族群融合社会 记者卢秀娟综合常报道